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的脚受伤了 你们要去哪啊 想去附近的海城医院 虎哥 他受伤了 你先回去吧 我把马借给他们 我把马借给他们 不疼 慢点啊 大夫 怎么样 这伤的严重啊 请你们放心 我是主船这种医 在很短的时间 他就会下地走路 没事 疼 你别动了 赵先走了 秀儿 辛苦你了啊 这不算啥 哎 你怎么会跟八匹虎子在一起啊 而且我看得出来 他好像挺喜欢你的啊 是吗 我怎么没感觉到 那我先走了 您好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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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医师毛料往送到了 送到了 您好 这次我主要是找何三去的 这王蛋一定知道我在找他 每次都是 我一到他干活地儿 他就跑去 这么说 这里有鬼 肯定的 他心里要不虚 他跑啥呀 这个王八蛋 看来你爹真是他害的呀 这事肯定是和三干的 但我觉得 肯定和关的脑子有关系 怎么着啊大青 发财了 想起请我喝酒 来 喝一杯 二饼 之前的事 什么都没发生 咱能坐一块喝酒 那就是朋友 是不是 论年龄 我得叫你成大哥 你认不认 兄弟 认了这大哥 有什么事儿 我就不藏着掖着 自从我爹死 我们家有一工人叫何三 就失踪了 我觉得我爹的死 跟这王八蛋有关系 何三你认识吗 何三 没听我 不认识就对了 所以弟弟才要求你件事儿 你说在这城里一幕三分地儿 门子多 眼线多 路子多 弟弟就求你件事儿 但凡看见何三 告诉许个理事儿 好不好 兄弟 不认识 但凡有何三小 哥哥第一个高 gamma 啊 得了 妈 怎么说 何三已经爆 不行 一定要抢在毛隔禁前面 你现在出去派人找何三 一旦找到 您来 官萨 二位台阶日 找我有事 官萨 你知道天长洁吗 你连天长洁都不知道 还说对我们大日本效忠呢 天长洁就是我们日本的节日 好比你们中国的过年 哦 台阶 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台阶 那既然是过年 那咱就好好的 应该庆祝庆祝吧 官萨 在你们秀苑城这儿 有什么好玩好乐的 能让我们皇军开心的 我吃不准 在你们中国人的生活中 什么最有意思 最有意思 要说最有意思 那就应该是 应该是听戏 听戏 不就是看戏吗 对 对 在秀苑城 要说唱得最好的 那就得说是白牡丹 那美极了 白牡丹 白牡丹谁啊 哦 白牡丹就是 赫国勇的遗太 那我们就听他唱戏啊 好是 那贺老先生 他会同意吗 我去说他不就完了吗 老爷 吉野队长 吉野先生 请 和先生 和先生 我们日本人要过天昌节 想请你的夫人 为我们唱戏 实在对不起 我夫人 已经风香多年 不唱戏了 我们不管他风香不风香 我们日本人 就是想听他唱戏 你这不是强人所得吗 和老先生 看来你是不想给我们 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了 那你应该知道 它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什么后果 老爷 你来干什么 姬野队长 不就是去唱戏吗 我去就是了 不许去 老爷 来啊 是 请夫人回守别队 那好 我跟你一起去 夫人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你就不要去了 老爷 你放心 我唱完戏就回来 不许去 我回来的是日本人 要请三太太给他们唱戏 请三太太唱戏 好 这回可有好戏看呢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戏子就是戏子 苦恋你爹爹 还把他当成像伯伯 这一去啊 恐怕真是凶多吉少了 他不是愿意唱吗 这次就叫他唱个够 你爹爹那里怎么样了 这回蔫了吧 爹 估计这回真蔫了 老爷 我到了守卫队门口 人家不让他进呢 就听见里边熠熠熠的唱 也不知道咱们是 我到守卫队门口 我到守卫队门口 你不想起了 哈哈哈哈 我到守卫队门口 你只从这如战场 我到守卫队门口 不知里紧紧心说 他 可念多岁 我到守卫队门口 不想起下 夫人唱得非常好 想请夫人陪我们喝一杯 吉野队长 牡丹不胜酒粒 喝不了酒 你是不给我们黄金的面子了 老爷子 老爷 我看这事啊 你得想开一点 是啊 爹 三姨娘肯定没事的 你就放心吧 你说那日本人让去 那谁让咱家白夫人 她多才多艺 有那个本事啊 那你就是我想唱 那谁愿意听啊 其实我就是担心呢 你说那日本人 除了让白牡丹唱戏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安排啊 那咱家白夫人那么漂亮 那身段那么好 声音那么甜 那哪个日本人见了能不喜欢啊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段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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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点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完了再唱 唱完了再喝 欧勇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 我真的跟日本人什么事都没有啊 我好好地以太太不做 我犯得着去讨好他们日本人了 我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真是太冤枉了 我打听找了 叫我三姨娘去给日本人唱喜 是关大脑袋的主意 老婆把那好茶拿出来 哎 好嘞 来 好嘞 坐 郭尔德 你做事太不地道了 你凭什么向日本人推荐白母丹 给他们唱戏下 他是你老婆还是我老婆呀 你做事怎么这么不讲究呢 喝这个 日本人让做的事 谁敢说不做 你愿意拔击日本人 你去拔击呀 你怎么不让你老婆给日本人唱戏去了 喝这个 让我老婆唱戏 他也得会唱啊 他听戏他都听不明白 你要这么说 我可把你的原话告诉日本人 你不用吓唬我 有本事你告诉日本人 你让他把我抓进去 哎 何老爷 哎呀 何老爷 何老爷 都是我们老官不对 你 大人不见小人怪你 哎呀 我说老官哪 这是由你欠妥啊 人家白牡丹 已经是何老爷仪态的了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他给日本人唱戏呀 你说你这事办 你欠妥啊 是是 何老爷呀 要我说呀 您就给郭老弟一个面子 咱下不为例 我给他面子 谁给我面子 你 何老爷 日本人给你面子咋的 日本人面子还有你给吗 你得老姐 我算老爷 我关手则是商辉会长 我算老你呀 姓何的 现在可是改成婚的 不是你何公勇 一守天下的时候 这是日本人的天下 以后你跟我说话 客气一些 何老爷 何老爷 何老爷走啊 你 你 你 撂好 活也好 帅 这么好的东西 你怎么不留着 官爷 我呢也不瞒您 这东西啊 是我从贺府上偷出来的 偷的 卖武啊 是啊 官爷 就因为您是咱绣炎厂的大行家 所以我都没往别处去 直接我就报到您这儿了 您要是不放心啊 也没事 我再去别处看看去 诗莱 你开开劲吧 官爷 我是真几等地用钱 一百大药 张 太军 您看这活 您看这材质 这绝对是上乘品 官丧 我的谢谢你啊 太军 您这是说他哪儿的话 咱谁跟谁啊 官丧 你大大地好啊 何老先生 您在绣炎城德高望重 我想咨询一下 那些商户们 为什么不想和我们入股 中国有句老话 叫凡事不能强求 你们愿意入股 你们就入 不愿意入就不入 但是 这件事情事和业内容 我们这些股东们 想一想商量商量 何老先生 您是专家 您看看这个玉价如何 是专家修 是专家修 一专家修 是专家 一专家有攻击 金森 这个物件呢 从料从工都不错 是个上乘的东西 但是它在我们中国民间呢 这个物件有一种解释 请讲 这是一种瓜 中国人管它叫窝窝 你看看这是几个瓜 一二三 协议是什么 啥 啥是什么呢 谐音就是杀窝 窝就是指你们日本人 我们管你们日本人就叫窝 意思就是说 杀窝 杀日本人 我说明白了吗 他这么说 官守德送我这福窝 原来是想杀我 不不不 这是我的解释 中国人这么解释 你们日本人信不信我就不知道了 东西还是不错的东西 这块料也不错 来人 你把官守德给我抓起来 带牌桥 警方的跟我们走 你不能够 你再把他拿着 不能够 带牌桥 你怎么够 找到他们这儿 他就没有一个革命 都要断一起 他就要拿着 谁来当这个部长啊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 既然这个官守德 在商户中失去了威信 我看这个新会长 就让贺国勇来干 贺国勇 他能行吗 我自有安排 贺老先生 时期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 他 为什么离开家了 家事 贺老先生 我想向你 请教一个问题 中国人结婚 是不是都要家长同意 对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特别是我们满足 儿女的婚事 都要家长说了算 可是 结婚毕竟是年轻人自己的事 是 结婚是年轻人自己的事 但是 他们毕竟年轻 需要历练 时光先生 光临寒舍有何指教啊 哦 官守德这个商会会长刚被拿下 新会长的人选 我考虑来考虑去 还是您老人家最合适 希望您老能屈尊一下 来当这个会长 我年事已高 这儿也不太后事了 在这儿说我也跟不上行事 你们还是找一个年轻人来干吧 贺老先生过谦了 在我心中 这个会长 非您老莫说 那这样 我找这些商户们开个会 搞一个选举 选举 选举 也很 不过在我心中 你是唯一的人选 这还叫选举吗 这就是我心中的选举 告辞 师傅 进来 来 师傅 您找我呀 你看看 这瑜伽怎么样 这瑜伽是福窩 又叫福林门 这一看 就是您老人的手艺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叼的 遇到过不少卖主 他们要出高价钱 我都没舍得卖你知道吗 你把他呀 给滚大脑袋送去 啊 你就跟他说 这是从我这儿偷出去的 买给他 啊 师傅 这个 什么意思这是 你这么多干什么 我让你去买就去买 我让你去买就去买 大家有意见吗 没见 好 那从今天开始 赫老先生 就是我们秀园县的商会会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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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根据满铁总部的指示 秀妍欠境内的玉雕作坊 从忌日起都要化归到 我们朱氏会社的名下管理 并要向我们日本的朱氏会社 缴纳管理费 未经满铁同意 一时不得留到关内 时光先生 我说两句 几百年来我们秀妍的这些商户们 从彩玉到雕琢玉件 一直到商品流通 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你们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插了进来 什么意思啊你们 就是你们想插进来 你事先是不是也应该 跟我们这些商户们打个招呼 商量商量 你们说是不是啊 诸位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要担当起一个管理者的责任 更是要确保你们的玉石 能顺利出口到日本 上一次我们之所以没有入估 是考虑到你们的利益 这一次我希望大家 也能考虑到我们的利益 大家都知道 我们日本人喜欢玉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唐代的时候 日本人到长安做生意 就带回了玉器 明朝的时候 我们更是你们玉石的出口大国 时光先生 你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你们日本人把这东北都占了 回头还掠夺咱们资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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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厉害我们要向你们日本人 缴纳管理费呀 suppressed ctctctitti 您 intent 老师 这件事情啊 我们就医了日本人吧 大家都坐下 坐下 坐下 施奇 喜欢吗 好漂亮 恭喜你出院 谢谢 这是什么花啊 不知道 这叫小野花 在我们日本 最好看的花是樱花 我在日本公园里见过樱花 一看呀 真漂亮 又在想日本了 毕竟在那儿 生活和学习了这么多年 我听哥哥说 你毕业的时候 学校要留你 可是你执意要回到中国 是啊 我是中国人 我一定要报销自己的国家 看我现在自己的国家 满副创意呀 哥哥 妹子 好些了吗 都好了 中国的中医可真神奇啊 嗯 上车吧 好 好 妹子 你的身体真的全恢复了吗 哥哥你就放心好了 都没事了 没事就好 妹子 哥哥 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你真的要嫁给石琪吗 当然了 可是据我了解 他的父亲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 我和石琪相爱 和他有什么关系 妹子 这不是在日本 却不是在日本 他的父亲不会请你同意的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不管 我就要嫁给石琪 你 我说这不是 母亲 母 пон是 带战 你 是不是 都是 带战 他 他 会 爸爸 好 以上 您看看 您的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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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还生我气呢 看来你这次出去 时候会不小啊 证实了两点 第一点 咱们这一代 开采鱼矿 有五千年的历史 第二点 这一代 鱼的残量 非常丰富 够开采几百年的 看来你还是干了点正经事啊 当然 有人说在孤山子 看见你跟梅子了 是不是啊 师姐 她跟我一起去的 至于怎么说 这我也拦不住 我也拦她解释 不 你还是要解释一下 你跟那个叫梅子的女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 就是朋友 你敢对着祖宗发誓吗 你跟那个叫梅子的女人 什么事都没有 我敢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好 我相信 那以后呢 什么叫以后 就是说以后 你跟这个女人 也没有任何瓜葛 那我保证不了 我也没必要保证这些东西 实习我跟你说啊 你跟秀的这门婚事 你就不要再反抗了 你反抗也没有用 那都是徒劳的 只要你还是我儿子 只要你还认我这个爹 这门婚事 你就应该隐忠下来 这次你回来 不管你是愿意不愿意 我就是绑 也要绑着你跟秀把这个婚成了 这是时光一郎派人送来的情节 时光为什么要请我去吃饭呢 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既然请了 去去也无妨 你上往来吗 就不过去 和老先生 茶本来是你们中国的东西 到了日本才得以弘扬 才形成了今天的茶道 石光先生 这世上的事 都是一个理 有了一 才有了二 要不这个三 从何谈起 贺老先生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请讲 那国权你应该认识 怎么会 他可是宫廷的御将 这个人我不认识 这个人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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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老先生 我父亲老师光 把这本书交给我是说 纳国权 可是你们中国宫廷著名的御将 也是这本御谱上册的持有者 我父亲老师光 是吧先生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说的这个纳国权 我真的不认识 他才想要 在这本书 那不认识 不认识 度认识 同学 这种小医生 以后你那个日本朋友请我吃料理 别招呼啊 大家都是朋友 吃吃饭不是挺高兴的吧 我不愿意吃 你们说的那个纳国权是谁啊 不该问的别问 就你一个人在干活啊 师父 我就想趁着这会儿功夫 再砍出几个活来 和这儿的时候 不热乱 此外就辛恥因早八 爺 早或者 הא� 老师 大处 不烦 谁 看了 早上歇着吧 别累着 师父 您放心吧 您也早上歇着 好 来 贺老先生 请您喝杯茶 请 贺老先生 我们还是继续进行昨天的话题 最近 我看你对这本玉谱 很感兴趣 所以我认为你 所以我认为你 你也认为你 那本玉谱的上卷 在您的手里 今天之所以请您来 想证实两件事 一 你是不是我父亲认识的那个贺国勇 二 你认识不认识那国权 好 既然你是我父亲认识的那个贺国勇 那我们是不是继续进行 三十年前那笔未完成的交易 你把玉谱卖给我 你开架 好 好 好